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你的确不公平 我犯下的错误却让你来敞开 希望你能原谅我 田园 你和兰子都是爸爸的心头肉 我这心里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从小到大 你是我的偶像 我一直以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我的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 我曾经想过要像你一样 做一个有责任性有事业性的男人 我要好好地对待兰子 保护他一辈子 爱他一辈子 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可现在 现在你却告诉我 他是我的姐姐 我不能去爱他 而这一切 都是我一直崇拜的爸爸一手造成的 你让我如何面对兰子 如何面对你 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 我知道了 莎莎姐 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去啊 我特别想我哥 还有南飞和月月 我想家了 蓝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不开心吗 不是 我没什么不开心的 那天我妈妈忌日 哥哥他们打电话来给我 我突然觉得心里挺难过的 那么长时间都没和他们在一起了 蓝子 你先别想那么多 不管怎么样先把琴学好 你大哥啊 我会永远在家等你回去的 我知道了 过几天我去看你好不好 好吧 别想多了啊 再见 莎莎姐再见 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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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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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来 你去我来 podr 你去哪儿 对 给你了 请厂长解查 好 抓紧时间发货 发货之前呢 再抽点一下产品质量 进来 莎莎姐 快坐 快坐 快请坐 那我就不当电灯泡了啊 你俩忙着 再见 拜拜 莎莎 这段时间家里出了这么多事 这大大小小的都会你照料啊 有点见外嘛 莎莎 那个 刘大厂长 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有有 你最近身体还好吧 挺好啊 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好 你爸妈身体也挺好的 你怎么了 查家谱啊 老您关心 我爸妈挺好的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个 你要是没什么事 那我出去了 工人们还等着呢 来 莎莎 那个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暂时没安排 怎么了 好 我这有两张电影票 晚上一起看吧 莎莎 晚上 没空啊 看情况吧 看情况吧 是七点半哪 我 我 有不知 很疯狼的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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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天忆 我知道你在那儿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 你这坏小子 又想跟我救迷藏 想吓唬我 你再不出来我生气了 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的嘛 那么长时间不回家 我一个人在家可无聊了 我每天除了弹琴 只有那只猪陪着我 方姨跟我说了 最近你们学校特别忙 再忙 我至于连电话都不能打吧 天忆 天忆 你要是不想理我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无所谓的 天忆 姐姐 你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 你是来拿换洗衣服的吧 我也没事儿 我过来只想跟你打个招呼 没关系的 天忆 你说过的话 都可以不算数的 你也可以随时在我眼前出现 或者随时在我眼前消失 反正我也看不见你 我 我永远都看不见你 我进行了 早点儿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小老 哥 干吗 有事啊 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语红要我跟你商量 把我们俩的事给扒了 好啊 那赶紧挑个好日子 准备准备 把这件事尽脑给办了 可是 可是什么 你还没成家 就把我们的事给办了 我觉得有点不好 这都是 都什么年代了 咱们家又不搞封建那套 这叫成熟一个办一个 雨虹 你觉得怎么样 我都听大哥的 好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雨虹啊 只是你爸妈那儿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决定 好 好 蓝子 多吃点啊 你看你最近练琴练的 人都瘦了 蓝子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一定开戏 什么好消息啊 全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选拔赛 日期已经定了 我也给你报名了 这可是件好事啊 蓝子练了那么久了 是应该渐渐失眠了 蓝子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啊 蓝子 要是录取了 这可是事业的禁忌点啊 什么时候比赛啊 下个礼拜 这样 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每天陪你练琴 直到比赛 记住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啊 你放心吧 田伯伯 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哥 赶紧怎么样 好 不错 不错 哥 怎么样 一个字 帅 两个字 很帅 三个字 帅呆了 哥 谢谢你 谢什么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哥 没有你 就没有我蓝飞的今天啊 你个臭小子 把对你媳妇的招式 全用在大哥身上了 嘴巴甜得腻死人 哥 你也得抓紧啊 抓紧什么 莎莎姐挺好的 行了 我有爽 新娘的来了啊 看啊 我们漂亮的新娘子来了 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真漂亮 南飞啊 你个臭小子可真有福气啊 与慌 现在后悔嫁给我这个傻弟弟还来得及 哥 有你这么不厚道的吗 到时候你和莎莎姐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帮她逃婚 臭小子 我帮你打掩护 是 你们两个是联合起来欺负我呀 看来我这个大哥啊 是越来越没地位的 大哥啊 那你就赶紧娶个大嫂回来 低负我们呀 行了行了 我说不过您的 赶快去拍照吧 好 去吧 你们走了 去吧 来 二位正面去 去吧 兰子 明天就要比赛了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是有点紧张 没关系的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上场前都会非常紧张 但一坐在钢琴前 很快就能沉浸在一种音乐的氛围当中 知道吗 田伯伯 明天你会坐在台下厅吗 当然 我一定会去的 那田也会去吗 应该会去的 来 我们把那段再弹一遍 好吗 接着啊 来 一 一 二 田也 电话 小子啊 田也 电话 喂 哪位啊 是我啊 儿子 妈 是你啊 找我什么事吗 周末怎么也不回来呢 我跟你说呀 妈 明天下午两点钟 兰子要到世文化宫啊 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选拔赛 兰子要参加选拔赛了 今天啊 兰子还问起你呢 问你去不去 田也 妈知道你心里很矛盾 但这毕竟是兰子第一次公开亮相呀 她是非常希望你能够到现场看她演出的 我考虑一下吧 你爸爸也希望你去 我知道了 我再想想 再见 田也 我们兰子今天真漂亮啊 我们兰子今天真漂亮啊 刚才 方阿姨帮我画的妆 我还是第一次涂口红呢 兰子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这件事你的功劳啊 哎呀 你就少说点功维话了 留着你的功维话啊 等咱们兰子演出成功了 你再用上吧啊 怎么样兰子 都准备好了 嗯 准备好了 姐 我们出发 走吧 咱们不等田也了 哦 田也 他可能一会儿会自己去的 走吧 我们先走 走走走 有一个 我先顶一下 军长过来 退回去 跟你 炸弹 冲冰出来 好 咱们 打开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子 下面一个就带你了 记住 七夕要往下沉 尽快地进入一种情绪 三王爷 田野还来吗 他是不是不来了 蓝子 田野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赶不过来 你要相信他 再说了 田野来不来 咱们都得要把今天的这场比赛演好了 对不对 这关系到你今后的发展 千万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 而影响自己 下一位 钢琴组造刘蓝子 好 来了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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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蓝子第一次上台啊 发挥得这么好 这孩子 好 谢谢 谢谢 他有关系 他在那边 不见人 他在一边 有个人 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tyazı M.K. 来 来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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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上上下 来 麟子 什么 可坏了吗 来 喝点水 麟子 我跟你说啊 慢点 你今天发挥的是最好的一次 音乐的精髓基本上都出来了 真的 其实我刚一进去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心在这乱跳 手也僵硬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弹了 后来弹了两个音觉以后 慢慢的就好了 心也静下来了 对对对 静悟情绪就好了 对对对 咱们篮子是最棒的了 芳荣 咱们今天喝点酒吧 请啊 为篮子祝贺一下 怎么 就这两个菜啊 怎么了先少啊 不行不行 再去买两个 行啊 我再去买两个菜去 你把那沟汤给端过来啊 嗯知道了 小小五秒 清早起床 手提花来上市场 走过大街 穿过小巷 梅花梅花 深深长 花儿随梅 花儿随梅 花儿随香 无人来买怎么办 漫漫花蓝 空空千带 如何会 照着我娘 天伯伯 你唱得真像我爸爸 我小时候 爸爸最喜欢带我唱这首歌了 她经常抱着我坐在她腿上 她经常抱着我坐在她腿上 一遍一遍地和我一起唱 可是有一句我总是唱错了 蓝子 是这一句吗 如何回家见我鸟 如何回家见我鸟 你怎么知道的 蓝子 你要实在唱错 爸爸真的要打你屁股 你 你 你是我爸爸 蓝子 我是你爸 你是我亲生女儿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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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蓉 家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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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你 你为什么隐瞒了我这么多年 方儿 我真的没想欺骗你 可是时尚 你是欺骗了我 方儿 我 你我生活了二十年 我的为人 你不是不知道 说实话 这么多年来 篮子的事情一直是我心头的死寂 长长脚的我 整夜整夜顺着 你也是一个母亲 你应该能理解 一个做父亲的 把自己的女儿抛弃了 心里的滋味有多难受 这么多年来 悔恨我痛苦 就像毒蛇一样 无时无刻在咬着我的良心 男子三岁的时候 他妈得了绝症 为了给他治病 化掉了家里面所有的积蓄 他还是为了挽回他的生命 紧接着 兰子的眼睛又瞎了 我又借了一大笔债 我背着他四处求医 张承三年 但还是没治好 我开始对生活绝望 我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也不想 不忍心带着兰子去死 我就把他丢弃在火车站的广场 指望能有好心人收留他 我就把他抛弃 那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你有一个女儿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芳蓉 你真是一个好女人 我这辈子能遇上的真是我的荣幸 是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你为我想想 我是一个男人哪 我却把自己的瞎子女儿扔了 我还能算个男人吗 还能算个父亲吗 我无数次地责骂自己 我无数次地想告诉你事情的真心 可是我不敢 我怕眼前的这一切再一次的事情 我怕你瞧不起我 我更怕周围的人瞧不起我 但一想的兰子可能会受很多的苦 甚至活不下去 我就痛苦不堪 他是个瞎子 他的世界是一片黑暗 我这个做父亲的 却不能给他一点帮助 我悔 我恨 这么多年来 我整天地在忏悔 痛苦中解压 你能理解我吗 你能有一个人 你能不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兰子 兰子 我能和你谈谈吗 我知道 这个现实你难以接受 我也一样 十几年的生活过得很平静 突然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我一开始也接受不了 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这样了 我们就不需要面对它 因为我们都是大人了 有这个承受能力 你说呢 我怎么能承受 兰子 你的兰花开的时候 你爸爸就回来找你了 我就每天一手的兰花 我反着它开花 等兰花一开 我就在家门口来回转 我想这次 我爸爸总该找到我了 该把我带回家去了 我等了十几年 我后来还以为她已经死了呢 要不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找我 兰子 你冷静一下 兰子 你一定要这样听听我说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我要回家 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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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要回家 你安静一点兰子 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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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听我说 听见吗 你必须要听我说 其实有很多事情啊 你并不知道 当年你妈妈去世之后 你的眼睛也失明了 你爸爸背着你 东奔西走 四处求医 他甚至什么事情也不做 他的事业荒废了 家里呢 就欠了一大笔的债 没有了家庭 没有了失忆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也就失去了 生活下去的勇气了 那天 他把你留在火车站 是因为能有好心的人收留你 他自己 却向于拉卡车冲了过去 幸亏 他被人及时送到了医院 才脱离了危险 他在强救室里 昏迷了三天三夜 现在我才知道 你爸爸当时喊的 绝对是你的名字啊兰子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 我朝来看见你爸爸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自从你来到我们家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现在我才知道 现在我才知道 这十几年来 痛苦和忏悔 一直在折磨着你的爸爸啊兰子 你呀 你呀 我呀我呀我呀 懒惰 你懒惰 你懒惰 原谅她 原谅一个战会的夫妻 只有你的原谅 你爸爸才能接受 接受她几十年的煎熬 你知道吗 才能让她的生活过得愉快 篮子 篮子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篮子 她不害我原谅